美聯儲由去年開始 美聯儲增加了十次息 港息雖然不是每一次都有跟 但在多次調整後 供樓已經明顯比租樓貴 兩位會否覺得租樓會比較低 我們自己都有幫投資者管理出租物業 這兩年業主的心態都會比較淡 放賣意欲大於賣入物業 始終息口對樓市影響挺大 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放銀行一千萬收息 可能一個月有四五萬元利息 如果賣物業收租 相對來說未必收到回報 七除八扣會差一點 所以這段時間你可以說得對 租樓可能比公樓更好 你可能比較年輕 比較少見利率高於租金回報的日子 但是我做了這行四十幾年 香港有很多時間都是 叫做negative carry 即是你要持有一個物業出租 其實沒有帶來證回報的 你收到的租金是不夠給息的 在利率高於租金回報的日子 未必所有這些日子 都是人們轉租樓不買樓的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買樓的回報 除了看租金的收益之外 還有一份叫做資產增值 如果租金回報不高 但是資產增值是多的話 很多人寧願倒鐵的租客 都賣樓去持有 因為持有時有升值 所以利率只是投資 其中要考慮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最近出現 譬如人們對日市 對擁有物業 有所詞異 原因不是完全在利息上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們是對投資樓市的前景 有些保留 認為接下來可能升值機會不高 所以不夠膽持有物業 我不是說利息高不是一個因素 而是指出的不是唯一的因素 現在影響人們不敢持有物業 是投資前景 而不是投資的成本 我們留意到 中原城市租金指數上半年 其實都普遍向上 施生你又怎樣看下半年的租務表現 在擁有物業或買樓自住的吸引力下降的時候 其實不等於社會沒有住的需求 不過在這個時候 住的需求主要靠租樓去解決 即是他不賣樓了 但他都要住 用什麼方式去解決呢 就去租樓 所以租樓的需求在這段時間是上升的 就因為有些人放棄賣樓 需求上升就造成租金價格上升 這個是從需求的角度去看 另一方面從供應的角度去看 自從政府有了辣椒之後 因為辣椒又打擊投資者 又打擊買樓收租 短期轉讓 大部份買樓的人 在過去那段日子 主要是剩下用家 用家買來自己用 他不是買來出租 如果有一層樓再買一層出租 要給多15%引花費 所以沒什麼人買樓收租 15%差不多等於頭五、六年的租金總收入 收租都蓋不回雙倍印花費 所以令到這段時間 租樓的供應大幅減少 租樓大幅減少 需求又增加 在這個形勢上 租金將來升的機會成為主流 不過大家不要馬上以為租金上升 回報率上升 所以很快吸引人買樓 一個辣椒還存在 另一個就是對後市 可能人們還未消除顧慮 七、八月又到暑假了 暑假一向都是租務的旺季 其實有沒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暑假的租務會特別暢旺 聽到都市傳聞很多年 每個人都說暑假七、八月就旺季 不過我們看回數據 租務成交這幾個月是特別多的 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大原因 第一是搬屋其實都辛苦 趁一個家庭的租客 在暑假的時間 可能會多些時間去看樓 去找地方搬 亦都會減少些 可能他將來小朋友上學的煩惱 第二其實很明顯的 這幾年 我們這些大專院校 都多了收一些 內地來香港讀書的大學生 都見到這些大學生 很多時間的縮位都不夠 都會在這段時間 去找一些合租的租盤 他們通常幾個人租一間屋 找那個預算可能大概 萬多萬元 這些都幾多 在這段時間 可能會令到租務成交會比較增加 因為很多學校 新的學年都是在暑假後開始的 所以招生的話 有些新來的學生 都是暑假後開始 他們在香港的留學生活 他們就要租留 過了暑假後 新學年都開始 都會找到地方住 之後就會少些 除非他轉校等等 應該都是在暑假出現變化的機會多些 那有沒有說一年在什麼時間裡面 會有多些便宜的租盤出現 其實租務我覺得都有淡季 淡季通常是新年前後 少些人會在那段時間選擇搬屋 一來可能多人外遊 第二就是那些裝修師傅 搬運可能都會提早修路 其實找屋的時間比較少 還有選擇也會比較少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說找便宜 未必說真的一定要等淡季 剛才說七八月多人搬屋 雖然找盤的人多 但放出來的亦都多 所以其實每個年度 可能不同時間都會有便宜的租盤 通常如果有些新盤入伙 那段時間就一大批小業主收了樓 這批小業主收了樓 如果不是自住的 都是在這段時間要租出來 所以新盤入伙的時候 是租盤集中供應的時候 租盤集中供應就是多了 那業主便要爭取租客 為了爭取租客 要搶租客 當然要有些優惠條件 所以在新盤入伙的時候 可以選擇便宜的機會 等它已經租定了 間中有空置再租出來 那業主便可以在租金上站硬一點 所以都是選擇新盤入伙的時候 可以租有好處 那租客如果想找到一些便宜的租盤 有沒有什麼秘訣 我覺得首先要做功課 先知道自己想找什麼租盤 如果作為租客 可能要選定一個地區 一些屋苑 他要清楚可能最近的叫價和成交 第二就是我自己有個分享 可能一個心決 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就要選對時間去找樓 例如你太早 例如你想九月起租 你五月去找樓 經紀都未必會採你 業主也未必會租給你 因為業主不會等一個租客 等幾個月雕空 要選對時間 還有施先生剛才說也沒錯 就是那個時機 例如有些新的一手樓 他們交收的時間 通常都會組成同一個時段 那段時間真的會有大量供應 那些投資者可能因為辣椒原因 有些是需要綁住 頭三年都一定不可以買賣 他可能會選擇那段時間 將新樓去放租 在大供應的情況下 業主只可以用價錢去吸引租客 人和就是要找一個對的對象 找一個好的代表幫你 找到一個好盤 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作為業主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租客 找好的租客 找好的租客 其實就真的難 跟說笑講句 跟拍拖一樣都講緣分 如果你是業主 有一個租客 已經穩定收租好的租客 就不要三心兩意 盡量都留住他 但有時候租客可能真的不同原因 到期可能他不續租 要找新租客 始終香港沒有租務管理條例 相對來說 租務市場比較自由 業主和租客 雙方談的條款也比較寬鬆 所以業主在市場的習慣 一般都不會審查得太多 最多可能都會叫租客 提供一些入息證明 或者可能問一問 他的簡單的背景 如果外國租樓可能很不同 他們可能真的要查家宅 我聽說要拿推薦信 要查財務背景 因為可能法例有點不同 他外國那邊有租務管制條例 變成業主如果租了給租客 假設他欠租 想趕走他的成本就很高 香港相對來說就寬鬆些 所以相對來說 業主如果定門檻太高 要選租客的時候 變成你可能比較難找到一個好的租客 即是怎樣去選一個好租客 除了你去了解租客的財政狀況 做人態度 這些之外 有一個關鍵 我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選擇是誰都會選擇 問題是人家給不給你選擇 那什麼情況你有多些選擇呢 就是你的租金比較低 租金比較便宜 租金比較便宜 這個經濟又有客 那個經濟又有客 個個都想租你層樓 你層樓裝修得起 提供的設備好些 那你就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你才有A、B、C 你才選擇其中一個好些 等級都沒有租客來 難得有一個 你唯有接受他 所以你要作出犧牲 你才能換取到一些應有的代價 我的條件就是 我在租金要求、租約條款上 合理一點、吸引一點 那我就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你才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好些 好像我以前做前線的時候 都有時遇到電主 我要租給大使館的人 我要租給大機構 要怎樣怎樣 如果你的單位在生卡 又沒有好的設備 租金又要求得高 哪裡有這麼多好租客來選擇 你都要實事求是 你這個在屋轉盤、在那個區 大概租到什麼人 你事先有一個衡量 要求過高 你未必選擇得到 選擇不到就要丟空 丟空的代價都大 所以就刻如其分 木門對木門、竹門對竹門 你大概選什麼租客 自己都要身中有數 謝謝兩位的分享 今集的樓市事件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